昨天行政院工程委員會是到立法院交通委員會來進行業務報告和備詢 那立委就有針對這個數位身份證在2021年暫緩後 那調解的進度如何 那主委吳成哲是先坦承了這個政策失敗 也表示說雙方在1月份6次的調解後 調解金額是會在2.8億元以下 那就被立委質疑說 為什麼這個政策推行失敗還得由全民來買單 那到底誰會來負責帶您一塊來關心 其實我覺得不是賠償 其實反而是把原本的一個金額 我們可能必須要這個停損的一個金額 其實把它降到最低 2億多的一個金額 我想已經是一個最好的一個結果 以目前的這個身份認證的角度來看 我們看到無論是我們的自然憑證 行動自然憑證等等都是採取實際按照大家 有需求然後來申請使用的方式 那我們也注意到內政部之後很快 應該在第二季也會提供大家直接零貴 拿著手機就可以來辦行動自然憑證 相信可以更加強化它的資安 還有它的隱私保護 好的可以聽到各部會的首長呢 是沒有正面的回應到底誰會來負責 而內政部長林又昌更表示這個調解金額 在2億多元已經是最好的結果 那後續這個數位身份證到底會不會持續的來推動 還得由各部會持續努力